我們大概會做就是先把這個 裡面刮鬍裡面的東西搬到B欄裡面 如果它裡面沒有刮鬍,那就保持空的就OK 有什麼方法 當然呢,第一個啦,我們能 也許你現在先 不會寫VBA的話 那我們先用什麼,插入函數 你可以去找到什麼 找到函數裡面的文字類函數,有哪一些可以用到 包含就是說 剛剛提到FINE函數 FINE在這邊 OK,FINE函數 那FINE函數就是 它要跟我們要三個東西 你給三個東西 它就會給你結果 OK 另外的話呢,還有什麼,攝取函數 其實這邊有一個什麼,攝取,攝取在這裡 攝取 那你會發現攝取函數 跟FINE函數幾乎長得一模一樣 差別字又在哪裡 刮鬍裡面跟你講 大小寫視為相同 那FINE函數呢 FINE函數是大小寫視為不同 有沒有 區分大小寫 所以啦 不過以這一題來看 沒有大小寫,因為這邊 都中文還有瓜糊 所以其實你用哪一個都OK 如果用哪一個都OK的話 像我的習慣用FINE 為什麼用FINE比較短 稍打幾個字 OK 像寫程式也是這樣 如果程式可以越短 我就盡量用 寫越短越好的方法 為什麼,因為這樣看起來也舒服 不然字太多 一看就心情就會覺得很煩躁 對,你程式一大堆怎麼會開心起來 程式越少 好清楚 所以像我們上個禮拜程式真的不多 但是你要把它全部打對 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程式最麻煩的 第一個 他一定要100分 他一個字都不能錯 所以 你要用什麼方式 反正你要確保一定都對 我覺得 應該也沒有別的訣竅 就是要多練習 不然的話 就是你要智商很高 高智商 高智商不代表不會犯錯 反而高智商的人 犯錯 反而更容易犯錯 OK,所以 其實 還是要多練習 我覺得好,沒有別的訣竅 好 所以第一個用fine函數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什麼函數呢 用mid函數 OK mid函數 MID MID實際上就是 我如果知道說 它fine fine什麼,fine錢瓜糊 那我就知道 錢瓜糊是在第3個字 那我就從第4個字開始取 所以mid第4個字開始 然後取幾個字呢 取到後瓜糊 的前面這個字 對不對 那不就是我要的範圍了嗎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基本上呢 大概目前先用這兩個 那可是要怎麼做 第一個 我練習的時候 我先 找 那個 那個 在第3列好了 因為第2列裡面沒有嘛 那我就用第3列 我優標先放在b3 試試看 插入函數 我先用什麼 用fine函數 那fine的話呢 我們先 fine什麼呢 按確定 那它會跳 三個問題給我們 第一個問題是 fine test fine test 理論上什麼 顧名思義嘛 fine 要找的文字 找什麼 找錢瓜糊嘛 所以你就是 按 shift 然後9 就輸入錢瓜糊 OK 第二個問題呢 fine 在哪一個文字裡面 在哪一個 在這裡嘛 所以在這裡 OK 然後呢 它就幫你找什麼 找那個錢瓜糊 在這個儲存格裡面 它有沒有發現 star number的話 就是從哪個字開始 當然如果你預設從1開始的話 你可以輸入1 或者甚至不要輸入也可以啦 這個是可以選的 就是你不輸入的話 就是從頭找 OK 那我們基本上 因為這個剛好 它的瓜糊在第3個 所以你會發現它回來就跟你講3 OK 然後按確定的話 找到了3 向下填滿 不過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如果有 是 給你 跟你講說第幾個字開始 比如說第3 這是第6個字 有沒有 然後這個的話呢 另外如果說裡面沒有錢瓜糊呢 它會出現什麼 緊 就是number value 金湯 這個意思是錯誤 什麼樣的錯誤呢 就是 你給我的詞錯誤 意思是說你不是叫我找錢瓜糊嗎 可是裡面卻沒有錢瓜糊 他跟你講說你 是不是有問題啊 OK 所以緊開頭大半都是錯誤訊息 OK 好 那不過我們先不用管 那等一下把它消掉就對了 反正如果沒有就保持空的吧 那可是問題呢 那如果說我今天 我要切中間這一塊的話 那我知道第3 那如果md的話就把它加1 就可以 從第4個字 那取幾個字呢 我就找什麼 找後瓜糊的位置 那把前後瓜糊的位置 再減掉前瓜糊的位置 因為 我們往後 找一個嘛 所以再把它減1 就會是這個擠 裡面的字 OK 那答案就出來 所以我們做一次 有個看 基本上呢 可是問題呢 我要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公式 再放到mid裡面 我的習慣1 我先找錢瓜糊 找到了 2的話 一樣 跟之前做法 再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不包含等號 特別說等號沒選到 剪下來 那做什麼呢 再插入一次 第二個函數就是mid 所以md mid函數 這個 然後按確定之後 OK 那放哪裡呢 他大概也是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Test Test說 你要切割 那個文字在哪裡 文字在這裡 跟他講說文字在這裡 第二個問題是 STAR LUMBER 那你要從哪一個 字開始幫你切啊 那我就把什麼 把剛剛那個fine貼到這邊 第3個字 可是第3個字會切到 錢瓜糊 那我應該什麼 把它 切啊 1才對 OK 從第4個字開始 那 number choice 要幾個字啊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 其實 我們應該要 錢瓜糊的位置 跟這樣 後瓜糊的位置 減掉錢瓜的位置 再減1 因為後一個字 所以我可以怎麼做呢 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那因為這個是找錢瓜糊 可是找錢瓜糊跟找後瓜糊 差別 只有這個符號 所以把它改後瓜糊 找到是第9個字 第9個字 再減掉 所以再減一下 再把它貼一下 再貼一個錢瓜糊 6個字 那你會發現他已經幫我算出來了 第3屆冠軍多一個字 為什麼 因為我是從 找到的字的下一個字 所以怎麼樣 再把它 減1 再減一個字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第3屆冠軍出來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 如果你要把這麼長的公式做出來 其實你只要先做fine前瓜糊 TA 加1 TA把這邊改成後瓜糊 減掉前瓜糊的位置 再減多一個字 因為我們是從 這個 瓜糊的後一個字開始算起 所以會多一個字 OK 按個確定 OK了 那當然你可以怎麼 向下填滿 當然你也可以向上填滿 不過 會發 當然理論上已經很接近了 只是說如果沒有瓜糊部分 他會出現這個 錯誤訊息 那怎麼辦呢 當然如果你不懂得用ifl的話 可能就只能delete掉 如果delete掉那還是有這麼多 所以 你這個地方如果要把 假如說你公式裡面 如果有這個字號 開頭的 你要把它過濾掉的話 記得 最後 你要多學一個函數 叫做 不是在文字類 因為他要做邏輯判斷 所以他在 邏輯裡面 邏輯裡面呢 叫ifl 這個ifl 是後來 2003以後才有的函數 他實際上呢 是把if 跟 isl 兩個函數 把它變成一個函數 其實顧名是if 如果l就是錯誤 如果 這裡面有錯誤的話 那 你要做什麼動作 意思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按確定好了 我先旁邊練習一下 我先在這邊練習 我等一下再把它 二合而為 這個value 直接給這個 這個儲存格 讓他去判斷一下 這裡面有沒有 緊字號開頭的東西 像緊value 緊NA NA就 NASAVILIBLE 緊REF 找不到範圍 反正你只要緊開頭的 我想你們 在 issl 裡面應該常看到 如果你要把它過濾掉的話 千萬注意 我發現很多人連過濾掉都不會 每次來看 一堆錯誤 你幹嘛擺在那裡給我看 看起來就覺得很 很不ok 你只要學會ifl 那些東西都不見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 給他裡面是不是請看 那如果 後面有個value ifl 如果裡面發生錯誤的話 怎麼辦 那很簡單 變成沒有 沒有的話怎麼敘述 不是保持空的喔 沒有就是清除 清除的話放什麼呢 兩個 雙引號 前面有講過有沒有 清除嘛 OK 那這個意思說 幫我把 這個裡面的東西 變成沒有 沒有是沒有字喔 沒有字 OK就是沒有字啦 OK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向下填滿 有沒有 就OK了 但是目前是把他放c啦 那他如果你要 二核為一的話 一樣吧 就是把 1 一樣喔 不過這比較長喔 1 減下來 不保安等號 2 再插入那個邏輯裡面ifl 那把剛剛減下來的公式貼到vl 就可以了 然後如果錯誤的話呢 那就雙引號 OK 好 這樣就大功告成 不過 這非常容易做錯喔 OK了 這個是final 這個結果 當然這個 答案如果你也擔心做錯啦 其實我雲端上都有一份 所以這邊有個151有沒有 截取瓜虎之串 你打開來 剛剛的公式 就會在這個底下 可以找得到 不過 當然如果你不熟 你可以分階段 可以前瓜虎 後瓜虎 mid effl 最後其實就是 完整公式就這一段 OK 怎麼來的 就上面這個來的 OK 請各位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邊的話呢 你至少要熟練 使用final mid ifl 這三個函數 當然 我 一直強調 這些函數 不用10倍 一定要了解他問你 什麼東西啦 其實我發現大部分同學會 函數會學不好 前面那些 英文訊息看不懂 所以你慢慢習慣 前面的那個 英文訊息都有一個共通性 他就是問你問題 你給他他要的資料 他就會給你 你要的結果 OK 如果你懂得這個原理原則的話 即便那個函數 你從來沒用過 你也很快就知道該怎麼用 就像我其他函數 很多其實我也沒用過 但是如果我要用 我大概知道 看一樣 我大概就知道怎麼用 為什麼 因為原理原則 都一樣 那像這種函數 這個函數 除了在Excel 裡面 其實 程式設計的撰寫 邏輯 也跟這個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了解函數 將來你在對於你將來在學習程式設計 也一定會有 幫助 OK 所以大概 邏輯 稍微知道一下 試著把 剛剛講的 總共至少你要熟悉 三個函數 Find函數 Mid函數 跟if L函數 OK 這三個函數 這三個函數 也都非常重要 因為 工作裡面 經常 信的 會用到 這三個函數 Find就Find 找到 你 儲存格裡面 某一個 這個字元 或者某些字的位置在哪裡 他會告訴你 但是如果你找不到那個字 他就會給你一個 G-Value的錯誤訊息 OK 那一般的話 Find也許你可以 配合什麼 配合Mid OK 配合Rise 配合 Lapse 其實也都可以啦 只是你當然你要見招拆招 針對 你工作要的這個結果 那你就是要 把那個資料給提取過來 但如果你不會的話 就只能塗拔量 這太沒效率了 OK 所以現在至少那種 當然如果老闆來選擇 我想沒有老闆 會願意找那個完全 不配這些技能的 所以甚至我發現很多現在很多公司直接乾脆把員工丟到這邊來上課 你至少要會吧 不然的話你效率怎麼會高 每天都這樣子 土法煉鋼 那當然 做過下班都做不完 OK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試一下 那如果你會 至少這三個還是會的話 我想效率一定還是會比較快 但是是不是最快 當然不是 你就寫個VBA程式 應該會比這個快很多 因為每天按一下就好了 對不對 如果你有更複雜的事情 把所有的VBA串在一起 哇那很快就OK了 你要的報表 馬上就有了 老闆要跟你要什麼 其實馬上你就有了 只是說你要不要馬上給他 你可以選擇的 有的時候你太快給他 他不見得 會 會覺得你效率 他可能第一個想到 你效率這麼好 我都給你一點東西 好 不過我預購的同學 之前跟我講他沒有學VBA跟學VBA之後 他說他的薪資 成長了100% 他說他的薪水已經Double了 他已經在 學 這個之前跟之後 大概差了兩年 從 完全不會 到現在他已經對VBA 非常熟悉了 哇 他現在上進階課什麼 講到什麼他都可以跟上 馬上可以寫出來 OK所以這部分的話當然 不同的 這個 這個 技能 當然效率也是不一樣的 OK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個部分先做出來 那第二部分的話呢當然我們後面再思考什麼 把它變成VBA吧 OK